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的视频 2020年即将过去了 相信这是全世界人民都抱有遗憾的一年 对于东京来说 最大的遗憾可能因此推迟了奥运会的举行吧 就是现在日本政府也正在做一个为日本加一把安全锁的决定 将拒绝从12月28号到明年1月底 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申请进入日本的请求 即便餐饮旅游业的态势十分严谨 今天我们还是要带着微笑从这里出发 一起去逛东京 从东京的2021米其林餐厅新评选的报道中得知 东京已有446家米其林餐厅 其中212家上了新级 中国料理店茶长华 首次被选为三星级米其林餐厅 看来努力的人都一直还在努力着 但我们要看的不仅是米其林级别的 也要去找一找小吃 看看那些东京的美少女们 喜欢的小吃甜点是什么样的 东京的美少女们最喜欢的逛街去处 主要有三个 西部亚 澀谷 原宿 还有表参道 好 不耽误时间 我们就目标 西部亚駅 澀谷站 乘上电车 出发 来自四面八方通向西部亚駅的电车 共有三种类型 四个铁道公司的九条线路 三种类型的线路分别是 再来线 地铁线和私铁线 再来线是线路名前惯有JR的那一种 是属于日本的国有铁道 日本的高速铁路运输新干线 也属于这个系统 通往西部亚駅的再来线 有JR山手线 齐京线 湘南新宿线 另一种是有东京 米托洛字样的线 它是东京地下铁 诸事会社经营的 主要分布在东京都内的地铁线路 米托洛是来自法语的 米托洛这个词 是指都市内的高速运输 也是地铁的意思 通往西部亚駅的地铁线有 东京米托洛银座线 半藏门线和副都新线 丝铁是日本的民间企业经营的电车线路 日本的三大丝铁公司有 晋级日本铁道 东吴铁道和民国物铁道 在首都圈的 丝铁公司主要有东吴 西吴 京城 京王 小田急 还有东极铁道等等 通往西部亚的私铁线有 京王景头线 东极东横线 和东极田园都市线 到日本来旅游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 要不要买JR Pass的问题 JR Pass 是仅面向日本以外的旅客的 只能用在JR的再来线 和地铁以及丝铁 是不能通用的 出电车站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目击地是在A8出口 千万别从A7出来 因为东京的街道不是横平竖直的 不容易辨别方向 一旦出错了出口 再找路 很耽误时间 比如 西部亚Eki 就有32个出口 西部亚的重要地标建筑之一 是标有109数字的 一个集合了各种时尚品牌店铺 娱乐场所的高楼 日本的繁华闹市 基本上都是以车站为中心 放射状的向外排开 西部亚这个电车站 周围有很多店铺的设计和风格 都比较迎合年轻人的喜好特点 很多时装的展示会 也喜欢选择这块 触角又长又敏感的宝地 走在西部亚 三三两两的结伴同行 来逛街的美少女们的穿着 可以说是日本流行款的风向标 从衣着到鞋袜 背包和小饰品 都是她们精心挑选 有特色而又精致的 很多美少女都有频繁地到洗手间 去补妆的习惯 她们都有自己随身携带的 一个装着一英俱全化妆品的小化妆包 在化妆间里 她们轻轻地点点睫毛膏 里里已经很有发型的头发 涂一涂 一点也还没有逊色的口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西部亚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段 很多店铺还是在洗手间的外间里 配置了讲究的化妆间和大镜子的原因 洗手后的美少女们 是从自己的包包里 掏出随身携带的手绢来擦手 这一习惯 是她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养成的 在以前的化妆品介绍的视频里 曾提到过 近十年来 日本的消费更倾向于普吉普拉 就是低价而高性能 所以美少女的化妆品 种类极极丰富 但基本都是价格实惠的那些品牌 而不像以前的年轻人 更青睐于欧美高档名牌 我们这就到了今天的目击地 109大楼B2的草衣梅专门店 日语是 都是在店里品尝这款甜点 不可以带出店外 这种小吃的甜点的特点 是保有了草莓水果本身鲜艳的大红色 加工以后 表面包裹的糖浆透明 并闪闪发亮 看上去更促进食欲 加上咬上去咔啪咔啪的声响 也提升了口感和满足度 开店后不久 就拿下了每天销售 一千根的娇人业绩 所以继第一家草莓仪店 开业以后 又相继在东京的元宿 明古屋和大阪的环球城 步行街分别开了 进化版的草莓仪专门店 今年二月 在距离大阪不远的另一个城 神户也又开了一家 店内的壁纸都是很有艺术感的 卡哇伊草莓写意图 灯光和背景基调 也是草莓的本色大红 店员们也身着 有草莓色调的大红围裙 草莓仪的短款 是三个一串的 售450到500日元 和人民币30元左右 长款15个一串 售750日元 和人民币大约45元左右 还有草莓和葡萄的混搭版 用黑糖糖浆加工的黑色版 还可以在草莓仪表面追加些口味 比如抹茶炼乳 提拉米酥 可可炼乳 芝士蛋糕口味等等 追加的每一种口味 都要再加收70日元 好 以上就是我们找到的 东京美少女中流行的 小吃甜点 草莓仪 你是不是觉得 费了半天劲找到的 这款鲜端的小吃甜点 怎么那么像我们中国的美食小吃 冰糖葫芦呢 其实我也觉得很像很像 如果你收益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了为我点赞 和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那样就可以及时找到我了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